女性在封建社会里是十分遭罪的,由于没有固定的收入来源,脱离男人是不能维持生活,但在我国唐朝却又一位女皇帝,当然由于其女性性别在我国历史上是饱受非议的。 自古后宫不得干政的道理,李世民是懂得,即使李世民在宠爱武则天,依旧没有让武则天干涉朝政,但在李世民死后,武则天便在一群大臣的拥戴下,发动政变夺得皇位,将李家天下改为周家天下,但其他一切都与李家王朝一样,武则天无论取得多么大的功绩,都改变不了他姓周和他女人的身份。 这位女皇在位时十分强悍,言出必行,身边的大臣没有敢反抗武则天半分,最后这位史上唯一女皇还是被自己的儿子李显退掉了,在武则天退位后仅不到一年的时间就去世了。 她的死因是到底天灾还是人祸,是政治斗争的结果,还是身体抱恙已久? 大家好,欢迎订阅爱史说。 公元637年,年仅14岁的武则天步入了大唐皇宫,彼时的他,不过是众多宫女中的一员,看似平凡无奇,然而,命运却为他安排了一条与众不同的道路,这个看似微不足道的开始。 却是武则天传奇人生的起点,也是整个唐朝历史进程的一个重要转折。 武则天生于武士家族,自幼受到良好教育,他聪明伶俐,善于观察,很快就在宫中展露头角,他的才智引起了唐太宗李世民的注意,被选为才人,在宫中,武则天如饥似渴地学习,不断提升自己的才能和见识。 这段时期,武则天不仅学习了宫廷礼仪,还广泛涉诗词歌赋,历史典籍,为日后的政治生涯奠定了坚实的文化基础,然而,李世民虽然欣赏武则天的才智,但并未对他倾心。 武则天意识到,要在这个尔虞我诈的后宫生存下去,仅凭才智是远远不够的。 他开始谋划自己的未来,将目光投向了太子李治,这一选择,展现了武则天敏锐的政治嗅觉和长远的战略眼光,为他日后的权力之路铺平了道路。 李世民驾崩后,按照唐朝律例,武则天被送往感业寺出家维尼,但他并未就此放弃自己的报复,通过与李治保持联系,他最终重返宫中。 并很快成为了李治的宠妃,这段经历不仅磨练了武则天的意志,也让他更加深刻地认识到了权力的本质。 为他日后的政治生涯积累了宝贵的经验,这一时期的武则天,已经不再是当初那个懵懂的宫女,他变得更加成熟,智慧,也更加善于权谋。 他深知,在这个男权主导的世界里,女性要想掌握真正的权力,必须比男性付出更多的努力和智慧。 武则天开始有意识地培养自己的政治盟友,同时也不忘防范潜在的政敌。 为日后的权力斗争做好充分准备,随着李治登基成为唐高宗,武则天的地位也水涨船高,他先是被封为皇后,继而开始参与朝政。 在这个过程中,武则天展现出了卓越的政治才能和远见着实,他不仅协助李治处理朝政,还主动提出许多建设性的意见,逐步在朝中树立起自己的威信。 武则天深知,要想在朝堂上立足,必须有自己的政治班底,他开始培养和提拔自己的心腹,同时也不忘打击潜在的政敌,他的政治手段之高明,连李治也不得不对他刮目相看。 武则天善于利用各种机会提拔忠于自己的官员,同时也巧妙地削弱了其他皇族和大臣的势力,逐步掌控了朝政大权,在李治并重期间,武则天更是全面掌控了朝政,他不仅处理日常政务, 还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,他废除了一些不合理的律法,推行科举制度,鼓励人才脱颖而出,这些举措不仅巩固了他的权力基础,也为大唐的繁荣发展奠定了基础。 武则天的改革措施涉及政治、经济、文化等多个领域,显示出他卓越的领导才能和宏观战略视野。 公元690年,已经67岁的武则天正式登基称帝,改国号维州,这一举动震惊了整个中原大帝,一个女人,竟然成为了至高无上的皇帝。 这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,无疑是一个巨大的突破,武则天的登基不仅颠覆了传统的男尊女卑观念,也为中国历史翻开了崭新的一页。 他的成功,为后世女性争取平等权利,提供了有利的榜样,作为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。 武则天的统治期充满了挑战和机遇,他深知,要让臣民接受一个女性统治者,必须展现出超凡的能力和魄力。 为此,武则天在政治、经济、文化等各个方面都采取了一系列富有成效的措施,以证明自己有能力治理这个庞大的帝国。 在位期间,武则天推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,他重视农业生产,减轻农民负担,发展科举制度,选拔人才,改革励志,打击贪污腐败,发展外交,巩固边疆,这些措施大大提升了国家的实力, 使得大唐在他统治期间达到了鼎盛时期,武则天的改革不仅提高了国家的治理水平,还促进了社会的整体进步,为唐朝的繁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。 然而,武则天的统治也不乏争议,他重用酷力来打击政敌,这种做法招致了不少非议,此外,他晚年宠信张一芝,张昌宗等人,也引起了朝野上下的不满, 这些争议反映了武则天统治的复杂性,也暴露出他在处理某些问题上的不足,尽管如此,这些争议并没有完全抹杀武则天的功绩,反而成为了研究他这个复杂历史人物的重要切入点。 尽管如此,不可否认的是,武则天的统治为大唐带来了繁荣与稳定,他打破了男尊女卑的传统观念,为后世女性树立了榜样, 即便在今天,提起武则天,人们仍然会为他的非凡成就而赞叹不已,武则天的统治不仅改变了唐朝的政治格局, 还对中国的文化、社会等方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,他的治国理念和政策在某些方面甚至影响到了后世的统治者, 在位近15年后,已经82岁高龄的武则天做出了一个令人意外的决定,退位让衔,这一决定引发了诸多猜测和议论。 有人认为这是武则天明智的选择,有人则怀疑其中另有隐情,武则天的退位决定,不仅关系到他个人的命运,更牵涉到整个帝国的政治走向,因此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,事实上,武则天的退位是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。 首先,他已经年事已高,经历大不如前,其次,朝中反对声音日益高涨,特别是对他宠信男宠的不满,最后,他的儿子李显、钟宗及其支持者也在积极谋划复辟,这些因素相互交织,最终促使武则天做出了退位的决定。 他的这一决定,既是对当时政治形势的妥协,也体现了他的政治智慧,在这种情况下,武则天选择了主动退位,他将皇位归还给李显,自己则尊称为则天大圣皇帝。 这一决定既保全了自己的尊严,也避免了可能出现的流血冲突,武则天的退位方式,显示出他高超的政治智慧和对大局的把握,他不仅顺利完成了权力交接,还为自己保留了一定的政治影响力,这在中国历史上是极为罕见的。 然而,就在退位一年后,武则天便驾崩了,这么短的时间内就去世,不免让人产生疑问。 一些所谓的专家甚至猜测武则天是否是自我了断,但事实真的如此吗? 武则天的突然离世,引发了诸多猜测和阴谋论,有人认为是正敌所为,有人则认为是他无法接受失去权力的现实。 这些猜测反映了人们对这位传奇女皇的持续关注,也为他的一生增添了几分神秘色彩。 经过详细研究,我们可以得出结论,武则天的去世其实再正常不过,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,82岁已经是相当高寿了,他在位期间操劳国事,退位后又经历了巨大的心理落差。 身体自然会迅速衰退,武则天的离世,虽然看似平凡,但却是他非凡一生的自然结束,这种看似矛盾的结局,恰恰体现了历史的复杂性和人性的多面性。 武则天的一生,从一个普通宫女,到成为帝国的统治者,充满了传奇色彩,她的才能、智慧和魄力,使她成功打破了男权社会的桎,成为了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。 他的统治为大唐带来了繁荣与发展,也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政治遗产。 武则天的一生,不仅改变了中国的历史进程,还为后世女性争取平等权利,提供了有利的榜样。 他的成功证明,女性同样有能力成为卓越的领导者,虽然她的统治手段有时显得严厉,但不可否认的是,她确实是一位卓越的统治者,她的退位和随后的去世,不过是一个伟大一生的平凡结局。 这种平凡中的不平凡,恰恰体现了武则天的伟大之处,武则天的一生充满了矛盾和挑战。 他既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,又是一个有着人性弱点的普通人,这种复杂性使他成为了一个引人入胜的历史人物,也为后人提供了丰富的研究素材。 武则天的故事告诉我们,即使面对重重困难和挑战,只要有坚定的意志和卓越的才能,就能创造出非凡的成就。 他的一生不仅是个人奋斗的典范,更是整个时代的缩影。 通过研究武则天的生平,我们可以更深入地了解唐代的政治、文化和社会状况,从而对这段历史有更全面和深刻的认识,武则天的一生。 如同一部跌宕起伏的传奇史诗,他从默默无闻的宫女到权倾天下的女皇帝,用自己的智慧和毅力改写了历史,虽然他的统治充满争议,但他为大唐带来的繁荣与进步是不容否认的。 武则天的传奇人生,不仅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奇迹,更是女性力量的最好证明。 他的故事将永远激励后人,特别是女性,勇于打破桎梏,追求自己的理想,武则天是中国历史上的唯一一位女皇帝,可以说是历史上的奇迹,从古至今还没有哪个女人敢像武则天这样公然称帝。 想当年汉高祖的妻子吕智虽然把持朝政,但是却不敢公然篡夺刘家江山,吕家的势力过于膨胀,反而引起了朝臣的不满,后来终于爆发了诸灭吕氏的政治斗争,及时将吕氏势力铲除,清末的慈禧太后虽然对权力有着无限的渴望,把持朝政48年,但是却心有顾忌,最过分的事情也就是垂帘听政,想废掉一个皇帝都十分费劲,然而武则天却不仅篡夺了权力, 而且还直接改了国号,甚至想立武家人为皇位继承人,将李家的后世子孙差点一网打尽。 能有如此毒辣的手段在中国历史上实在是不多见,武则天本来是开国功臣之女,母亲是隋朝的皇室贵族,家族也算是名门大家,因为武则天的父亲支持李渊起兵有功,后来唐朝开国后,武则天一家受到了极高的礼遇,武士约以原从功臣身份官制公布上书, 京州都督,封英国公,然而好景不长,武则天的父亲在他十二岁的时候就去世了,父亲已去世,他的堂兄便立马变了脸将武则天母女赶出了家门。 后来母女俩无奈,只好搬回长安居住,让他没想到的是,他竟因祸得福,唐太宗得知武家出了一个大美女,满心欢喜地想要召武则天进宫侍寝,母亲杨氏哭哭啼啼送别女儿,没想到武则天却毫不在乎地说,侍奉的圣明天子,岂之非福。 为何还要哭哭啼啼,做儿女之态呢? 也正是从此时开始,一代女皇由此起步了,进宫之后的武则天很快就得到了唐太宗的赏识,但是李世民却从未提拔他,或许是因为他刚烈的性格,虽然让唐太宗颇为新奇, 但是却也让他意识到,一旦此女有了权利之后,恐怕会非常可怕,所以李世民到死都没有提拔武则天,在这种情况下,武则天选择向未来的皇帝太子李治靠拢,公元649年唐太宗李世民驾崩,武则天由于和唐高宗偶断私连,因此在长安赶夜寺出家没几天,就被李治救出来了,为了立武则天为皇后,李治不听忠臣劝告,执意废掉皇后,立武则天为皇后, 让他没有想到的是,这个女人竟然以此为契机,夺取了自己最高权利,武则天后来篡堂自立,执掌朝政几十年,晚年的时候,武则天十分喜欢男宠,为了打发无聊的岁月,武则天经常会变法患男宠,比如张一芝,张昌宗兄弟年少美滋容,长腹珠粉,穿着华丽的衣服,连很多朝中大臣都要争着追捧他们,后来二张兄弟逐渐掌控朝政,陷害忠良,得罪了很多大臣, 武则天的纵容使得朝局更加混乱,君臣关系更加紧张,后来朝中大臣发动政变处死了二张兄弟,逼武则天退位,武则天没办法,只好退居二线,仅仅过了一年,失去了自己难宠和权利的武则天,犹如一只将要枯死的鲜花。 也走到了人生的尽头,神龙元年11月26日,705年12月16日,武则天在上阳宫的仙居殿病逝,享年82岁,以赵省区帝号,称则天大圣皇后,并赦免王皇后,萧淑妃二族,以及楚岁良,韩苑,柳氏三人的亲属。 神龙二年706年5月,与高宗和藏乾陵,史书上对于武则天之死记载得非常模糊,对于武则天养男宠事件更是遮遮掩掩,武则天虽然是一代女皇,但是其私生活混乱,最后因为失去男宠和权利,心痛抑郁而死,实在是让史官无法下笔。 不知如何记载了,武则天统治时期还是很让人称道的,后续之人批判的并不多,就连史书都没有把武则天当成异端存在,而是归为唐朝的正统,但是武则天喜爱男宠,确实为后世所诟病,比较著名的诸如薛怀毅,沈南求,张昌宗,张一芝,这些人腐败貌美的,很受武则天的喜爱,他们很多也都仗着武则天的喜爱,专横跋扈,祸乱朝纲。 贪污腐败,遭到很多大臣们的嫉恨,虽说如此,但是武则天并没有让他们干涉到自己的权利,扰乱自己建立起来的秩序,他统治期间,也并没有因为面首的问题引起社会动荡,不过武则天确实有一个不好解决的问题,就是他死后的传位问题,武则天当上皇帝以后,想取得皇帝的有三方势力。 一方面是武则天的儿子,如李显,一方面是武则天的侄子,如武成四,武三思,还有一方面是武则天的女儿,如太平公主,武则天的榜样,也让太平公主有了当皇帝的念头。 也就造就了他日后的叛乱,此时武则天确实为难,他想让天下姓武,但是武是又并非他的儿子,他的儿子姓李,如果传位于儿子,等于有归正于礼堂,所以他很纠结,但是最终,在狄仁杰的劝谏之下,立了自己的日子为接班人。 狄仁杰是让武则天还正于礼堂的幕后策划者,武则天退位之时,狄仁杰已经去世,最终这个计划是由宰相张简之完成的,退位之后的武则天, 武则天,毕竟已经81岁了,垂木老者,身体也不行了,发动政变的大臣也是抓住了他的面手张昌宗。 张一之为借口进行政变,最终使得他让位于李显,他的面手,也死于政变中,此时的武则天,犹如黄粱一梦一般失去了一切,最终他也只能郁郁而终,武则天退位不到一年便去世了,终年82岁。